在这次最原因的就是利隆航空的爆胎事件 运安会跟民航局现在要查事故原因 所有市政都已经带回调查 有超过20年飞行资历的退役机师表示 光是看这轮胎破损的程度 怀疑有撞到东西 而且情况是比较严重的 不过我们从现场的实景图来看的话 当时飞机降落的地方是在南竿机场的北侧 就是马祖南竿机场的北侧跑道 周围其实看看都没有义务的 这有可能就是飞行的高度太低 或者是插撞到壁堤或者是跑道 而今天帮忙运安会的主委也最新证实了 初步认定就是撞到了海堤 但是不是风向造成还不能断定 也还不能确定到底是不是人为疏失 得要进一步的调查理清 飞机紧急降落 惊险瞬间乘客募集民众余悸游存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飞机轮胎受损这么严重 连机身都有撞伤痕迹 资厅应该是有碰撞到一些东西 他刚刚所提到的原因是相同的话 我会觉得这个可能算是一个比较严重的事情 资历超过20年的退役机师 依照轮胎破损的程度推测 飞机应该不只是轻微擦撞跑道 根据民众拍到的照片 利荣这架B7-9091飞机 右轮轮胎皮掉落还磨损到轮框 轮舱盖和肌腹也都有破洞 运安会主委就证实 当时飞机就是从北侧两腰跑道准备降落 但是飞机飞行高度太低 三四号轮撞到海堤 最后导致搬机紧急回航到松山机场降落 不过也有民众质疑 在飞机受损的情况下 再飞回松山机场难道没有安全疑虑吗 松山机场的设备比较完备 而且松山机场跑道头 有一个飞机拦阻装置 如果有状况的话会比较好处理 专家也说 幸好这次是小飞机爆胎 降落时也还算平稳 如果是大飞机单轮降落恐怕更危险 主轮离的地会比较近 所以换句话讲说 它的一边主轮如果损坏 它可能会产生一个侧鞋 因为机身比较健快 它的翅膀不见得容易打到跑道 可是如果今天是一个比较大的飞机 主轮架这么高 它轮子在这边 所以换句话讲说 假设你的主轮有一边损坏 你就有比较高的机器 有可能会翅膀敲到跑道 至于爆胎主婴 是不是受到风向影响 或是涉及人为疏失 运案会表示都还没有定论 相关事证将会带回详细调查 这组合报道